日本是我自己最熟悉的一個國家 反而我從來沒有寫過日本 我已經出了14本書 還有寫專欄都寫了近10年 我從來沒有寫過日本 有原因的 因為日本很難寫的一個國家 大家太熟悉它了 而香港人也是很熟悉日本 如果是一個有精彩的人 管理時間會比較好 我即使是SOHO 我現在早上都是6時起床 然後跑步吃早餐 我差不多7時就開始工作 我晚上是不去練習的 所以我可以很早 可以保持到10時多 11時之前一停睡覺 所以我睡到6時至7時 自然醒來 然後跑步 然後開始寫稿 如果你有一個很精彩的生活 其實時間分配不是太大問題 對於知識方面 我都是很機學的 任何的地方 或者一個不懂的地方 不懂的語言 或者不懂的宗教 我很興趣想了解為何會這樣 我很想掘下去 因為我出生是一個很窮的家庭 我到自己經過了差不多20年 然後自己開始有一個中產的生活 我覺得有種類型很多 有魚蛋到卡比亞我都吃 你生活費更闊一點 只有最貴的部分 你從來沒有在街邊打過魚蛋 我覺得人生有點缺陷 你一輩子的魚蛋 從來沒有吃過美芝蓮 沒有吃過那麼漂亮的蟹 沒有吃過那麼漂亮的卡尼 人生都有些缺陷 如果兩邊都做完 你由五元到五千元一餐 你都吃的話 那就非常好 不過我又不會忘記 我始終都是由低開始做戲 敦恃 悶 人生 誰 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